当病情 谁感觉我到紧闻沧桑 岳飞又是我的偶像 这个角色非常值得借 看完清楚 玩家觉得这个是不能不拍 我们电影人说能死不能病 学武的人特别有礼貌 特别懂得真心胸道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开放新中国秀方点题节目 电视剧金融月飞正在两岸热播大获好评 那么这出戏历时十一年筹划 耗资十亿台币 可以说把电视剧当成电影在拍 史诗剧作的幕后推手 就是这一位国际知名导演唐继礼 他今天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谈到历史人物岳飞 这其实是他的偶像 而拍摄岳飞的故事则是他的梦想 岳飞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 他也具体实现 唐继礼从小练文习武 他练出了书法冠军 打出了一流身手 出身富裕家庭的他 没有继承家业 他偷偷的跑去当武行 从替身编剧导演到监制 他的电影旅创纪录 是最早打进好莱坞的华人导演 那么他拍美国电视剧 也拍出了全美收视冠军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跟你分享他的精彩人生 唐继礼出品就是票房保证 红番区是第一部打进全美的贺岁片 简单任务和超级警察 打破华语电影在海外上映的最高纪录 神话写下国庆党期神话 十二生肖卖座九亿 刷新成龙的影史票房 唐继礼过关斩将 打进国际市场 幕后指导自己来 目前替身也亲自上阵 昨天出现了提升 所以断了腿 那今天再做这个这么危险的动作 我不敢叫人做 那最后我自己的穿了 增加的那个提升的衣服 我就在上面 这太危险了怎么下去 越看就越危险 我说好好再来一起再来 我一定做 然后再来一起 我看到了再晃的时候 我一下子抓到一个位置 砰我就跳下去 我一跳去砰一撞 腿跟爆掉 玩命 特技 场面 是唐继礼的诚意和实力 更是他扣人心弦 目不转睛的电影卖点 53岁的唐继礼 是个富家子弟 从小喜欢书法 父亲就把文房四宝买齐 让他五文弄墨 童年最新打拳 老爸约法三张 让他习武格斗 文武双全的才干 父亲的栽培功不可没 只是养尊处优的日子不过 也不继承家业 唐继礼瞒着家人偷偷做武行 拳打脚踢 打出一片江山 在电影的事件里 找到定位和乐趣 他编剧 导演 监制 宣扬国家软实力 唐继礼重情重义 和成龙 周华健是换铁好兄弟 他至情至性 和林心如 昔日的绯闻女友 还能携手闯江湖 路上塞车 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真的跟大家说抱歉 还有跟导演说对不起 浅浅君子又是武打练家子 琴棋书画也有两把刷子 没念过电影却能拍戏导演 没玩过乐器却能创作谱曲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岳飞精神 也是唐继礼的处世之道 唐导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如果一生只能够做一部作品的话 你就会选择岳飞 当然这意义道尽了你对岳飞的崇拜 我很好奇的是 你怎么会对一位 九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如此招迷呢 他文武双全 忠孝两全的情操 这也会是你的自我投射 毕生追求的境界吗 看岳飞是我念 所有的中国历史人物 我觉得他 敬服一个完美的人 他除了文武双全是 我相信所有男人都希望自己是文武双全的 对吧 然后他也 忠孝是他的特点 我觉得 无论对家庭对国家忠诚是很重要 那孝顺还是百姓孝为贤 那这个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 那其他的人他就不可能孝顺了 所以我觉得孝很重要 那他这就是特点 这更大的特点是 在历史上文武双全 忠孝两全的英雄也很多 那可是呢 他这么专一专情 包括他这么青年 这个就不多了 那我觉得很有现实的意义 而且他是武将医生打很多仗 也没输过一场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一个很伟大的精神 而且当时是 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过这个现实人生呢 想要不输掉任何一场战役 是有点困难的 那么我也知道你喜欢挑战现状 但是身为这个富家子弟 你也没有继承家业 偏要做武行拍电影 从小就练书法学武术 那么这些你的父亲都非常的支持 可以说是很幸运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就聊一聊 你的父亲对你的影响 还有你们父子之间的一些故事 好呀 我觉得我在加拿大 十九岁回来的时候 放暑假 那我告诉他 我考了那个就土木工程 可是我不喜欢 那他也有房地产的生意 那我说我想念医科 可是又不收外国留学生 那他说怎么 那你不要念吧 你回来帮我做生意 他想我在他身边 那然后我说你做生意 我也不喜欢 那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他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他说 如果我让你有全世界所有的钱 所有的权利 你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你剩下二十四小时的命 你会做什么 问我 我说 那我想跟你跟妈妈跟家人在一起 他说还有呢 我说我想跟你朋友在一起 你看看 你刚才所提到的 都是我们很多人 在这社会上 因为追求 你没提到的部分 名啊 利啊 房子啊 名牌啊 车子啊 赚钱银行的传款啊 为这些事而忘记了 刚才你所说的 家人 朋友 兄弟 跟你的身边的爱人 你都发很多精力 去做了别的东西 而之后 这些东西 最后你是带不走的 所以他为什么 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 希望你知道 你将来入行去做事 你要永远记得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那他讲完这个 让我 扩然开朗 有这么一位让自己 能够豁然开朗的老爸 一事一有 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家庭教育很重要 但人生毕竟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总得呢 去面对一些人生中的 转折也好 迷惘困难或是瓶颈 那么你呢 你又是怎么克服的 是 我当武行的时候 我做武行 他不是很喜欢的 担心危险 难道尤其我摔断了肩膀 摔断肩膀呢 我就不能上班 那可是我从小到大 是不是伸手打 我不会 跟我爸拿钱的 因为我记得 我在加拿大 十九岁回来 我爸买了 一个 奔史车给我 付了定金 叫我去挑颜色 那我就去那边 我就把那定金拿回来 把那财还给他 我说我不要 因为我哥哥姐姐 你都没买 你这买给我 我觉得太偏心了 我要自己赚钱买 现在我自己赚钱买了 不给你 我跟他说 那他是很开心 那后来我受伤了 我 很喜欢这个行业 可是我也要生活 我也不管他拿钱 那我就偷偷地去 香港一个夜酒队 门口做停车 等一百多块一天 把他停车 那个时候我二十三岁吧 二十三岁 然后后来有一天 他的做生意的朋友 去那个夜总会 见到我 哎呀 怎么你儿子 在门口 把他停车 哇 我爸听到 马上打电话 叫我马上回家 哇 骂死我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第一 我知道这个职业是不好 可是呢 我觉得我也没 因为我不想找一个工作 去办了做一两个月 赚了钱 然后我也不负责任 我要走了 因为我不会做下去 那我这个工作 我随时可以走 我够我自己生活就好了 我这个正当职业 有什么不能做 他说 你没钱 你问我拿呀 干嘛要去做这种事 我说 我希望靠我自己 想起爸爸 老当父亲 对他的支持和引导 唐继理一度哽咽 虽然年过半百 但他永远是那个 最受父亲疼爱的小儿子 唐继理从小就梦想 成为武打明星 因缘际会 在娱乐圈闯出了一片天 以现在世俗的眼光来看呢 他已经非常成功 但他仍然记得 父亲的真真教诲 要超越自己 他说呢 这就像是岳飞 抵抗金兵 明知不可而为之 他请全力 制作这出电视剧呢 就是希望 有一天中国的流行文化 能够与西方好莱坞抗衡 跃上世界舞台 豪情壮志 有人说 每个男人心中 都住着一个岳飞 我相信所有男人 都希望自己 是文武双全的 樊飞又是我的偶像 那又不能随随便便 就演了 我岳飞 向周汤颖 我家乡天高万人 地后九重 把历史传奇变成真实 唐继琳花了十一年 耗资十一心台币 重建宫殿城墙细细考究 为了诠释心目中的英雄 唐继琳拍片现场 亲自指导武术 他是个大家都无法想象的 武林高手 真的用力 对 推不动了 你脱手就卸力了 格斗是他擅长的强项 他说练武功 让男人勇于面对挑战 想活着打赢这场场吗 火吞蚯蚓 冰雪中打赤膊 黄晓明挑战岳飞 为细苦练一年 越加枪越加拳 战战兢兢 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 突然下雪了 我自己跟导演说 我说要不然咱们 光着膀子练一个舞 这样显得岳飞 比较厉害一点 岳飞的厉害 不仅在于他的忠孝两权 更在他坚持到底的信念 南宋镇拳风雨飘摇 岳飞从农家子弟 历经图治 誓言收复故土 寒冤不悔 怎能让贼寇戏马有将 弟兄们 向这家乡出发 坚持到底 透过镜头 我们看到了 岳飞的过去 唐靖蕾的现在 和中国戏剧 充满想象的未来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 这出戏了 它还真是所谓的 十年磨一剑 十一年的筹划 你把岳飞 所有的史料研究透彻 它身边的人事物 也撩柔指掌 那么这出电视剧 它是大卡斯 大制作也扎了重金来宣传 我们看到有岳飞专机 还败了一岳会 这一路走来 你觉得面临最大的困难 你场面不够就不是岳飞 你打斗 战斗的场面不多 也不是岳飞 那可是同时南宋的特点就是 迁都的迁几个 然后在南北征战 那么到处跑 每一期跑都是 就是马队 那个打仗 铁肤屠 王河雀踢 然后打那个朝城 高重挑滑车 所有这些很难的经典的场面 其实在很其他的题材 其他的历史题材里面 是不需要的 我们还有大张王天荡 坐船都坐舌 就这个戏我们就是 在大战铁股头 我们在一个四十万平方米 这样的一个大的核套 我们是捡所有的石头 清理所有的场地 就为了这一百多匹马 然后这几千人 在里面打仗的时候 不要摔下来受伤 那我们做很大的工作 花很多钱去 一定要让它安全 然后我们大布景 大了二十万平方米的布景 就是金帐啊 金银啊 然后岳飞的 岳家军的军营啊 韩西中的军营啊 中泽元帅的军营啊 那其实大布景 都大了很多钱 而且我们的服装 也特别精细 我们的化妆服装头师 都是我以电影的要求来去做 那每一块 其实在我们原有预算 都超次 这么多大牌明星 聚在拍一部岳飞 最难的是 他们要打得起 怎么结合 那让我们大部队的 怎么结合 最终要完成一个希望是 是我感觉有一点像 岳飞的 明知不可 唯而为之 但正是因为这个 黄晓明就不可而为之 所以令人感动 当然这个感动的呢 还有周边许多 他的人事物的故事 其实是错终复杂的 那我很好奇的是 在选角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已经认定了 黄晓明是岳飞的博二人选 而其中有一幕呢 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那就是黄晓明吃蚯蚓 这个蚯蚓是会动的 他是真的吃吗 他吃了两条 吃了两条 因为小明也很主动 他也觉得这个 其实他很尊重岳飞 因为他看到其实 当时的历史 其实岳飞 他们的部队的困难 哪几只蚯蚓 这么舒服的 他们更难 在这么难的 他们都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他作为演员 他觉得我吃两条蚯蚓 有什么大不了 那黄晓明是我看到的 现在属于年轻的演员 他是非常勤奋的 只是为了这个角色 他愿意健身 愿意去学书法 愿意学枪法 拳法 他花很多去赚钱的时间 来做这个事 为了演一好一个角色 那我是非常感动的 欣如也很帮忙 也来做这个戏 因为我跟欣如也说 其实这个角色 是非常适合他 而且我觉得他跟 黄晓明两个气场很合 其实唐靖里 自己的故事就很动人 他能文能舞 出身音乐世家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绝技 从六零年代到七零年代 所有的歌他都能倒背如流 因为呢 家里开唱必行 他从早听到晚 天生的敏锐 让这个唐靖里 这一次呢 决定跨界 亲自制作主题曲 而四十年的老朋友 周华健 意气相挺 不收分文 帮忙演唱 他还破天荒的 请来了上海爱乐 管弦乐团 举行盛大的慈善音乐会 百人交响乐团 演绎了金钟乐飞 气势棒驳 令人耳目一新 金钟乐飞 慈善交响音乐会 我们听到 乐飞跌宕起伏的一声 出身音乐世家的唐靖里 亲自作曲 找来国中同学 周华健演唱 脑海里是荡气 回程的乐飞 也是两人四十年的 拜把交情 他都义不容辞 金钟乐飞来 他帮我写 他是不收我一分钱 情谊相挺 压轴神秘嘉宾 轰动全场 住着拐杖 今年三月拍戏 受伤的黄晓明 率领岳家军 全员到齐 他说乐飞是带伤打仗 他是带伤做慈善 拼命精神让人联想到他演唱的片尾曲 三十功名成雨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们曾经背过却逐渐忘记的满江红 在古今交错的这一刻 这首大戏乐飞呢 我们都看到了你是亲力 亲为全心投入 但是比较让这个观众 跟大家惊讶的是 你连这个主题曲都亲自去谱曲 这算是第一次尝试吗 你怎么样去呈现一个古装剧的 音乐的意见 我家里从小是有录音室的 然后还有卖唱片 所以我整个六十年代开始 到七十年代初期的那个香港的 那个浪红斑 浪红老 包括很多那些武侠的主题曲啊 是我从小而熟能详 每一首歌我都会唱 每一首歌旋律我都会 那到第一次我参与创作 其实是神话 神话的歌开始写了三次 我们都退回去 那后来我就过去韩国 跟那个歌曲的一期 就在那边在找旋律 那我不会写痘痘 我不会看 可是我会哼旋律 那我就跟他一起做了旋律 做完以后找到那旋律 因为我有画面 故事是我写的 我有画面 我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感觉 那相对来讲 我紧密地跟那个 作曲的人沟通 那这个效果会比较快 而且比较合适 所以其实这次 我也是跟华健啊 老同学啊 跟他共同做这首歌 好 在你身上呢 也有一些永远不会走的本事 像是大家知道你允文允武 永远有一身这个好功夫 那么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想学武术呢 习武这件事情 带给你的人生 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傲气 那种霸气 给我一看 哇 好面啊 因为中国男人很小 是这么outgoing 就是这么张扬的 然后他就有那种感觉 那当我学武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 学武是不单止识 学武打 学武的人特别有礼貌 特别懂得尊师重道 你看无论学空手道也好 学跆拳道也好 学太极也好 只要是习武的人 对长辈都非常尊重 对师父是非常尊重 非常有礼貌的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外国孩子 外国家长喜欢送孩子去学武 就是他说他学了discipline 学了也就是学了respect 对吧 这个这个尊敬 他全学到 所以武术里面的内涵 一旦只是学打 也许也许强身健体 他让你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然后呢 让你有胆量去面对 困难